謝謝 我想是不是請我們這一個 台電今天是副總 朱總 還有副總 好 朱總是不是 兩個弄稿 好 還有我們 應該是 好 還有次長好了 經濟部次長 來 杜次長 我們杜次長 謝謝 江偉好 社長好 還有朱總 我想台電有關於核四 還有其他的核一核二核三 其實我講到核電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往前推推推 推到我們第一座核能廠在蓋的時候 核一核二的時候 基本上大概當時的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政策 就是發展核電 因為最早期的大概最多的就是火力發電跟水力發電 因為我是台電的子女 火力發電跟水力發電 後來決定要用核電的時候 我想這個應該是對內來講 是一個國大的重要的政策 對外來講是面對全世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略的 這個已經不是只是能源的考慮 我想包括這個可能賀教授應該也都 這一段歷史大家都不會忘記 所以現在呢 大家來討論到底要不要核能的這一塊 也可能 我在想 如果當初我們核能不發展的話 核能不發展的話 也許我們現在的用電 民眾就不會養成這樣子的 這麼方便行事的一個習慣 可能會更珍惜所謂的電的資源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上過去種了一個因 那現在產生了一個果 然後到最後 現在就是一個關鍵的時間 到底台灣看來 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 都希望走向非核家園 現在就是在一個最困難的時候 你現在就是因為它已經都存在了 核一核二核三都存在了 核四呢 現在也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一個處置了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它完全所謂的穩健檢核 或者是馬上通通不要 那如果講到更前面 全世界要不要來發展核電 如果依照現在很多 就像我們那個 剛剛我們今天這個賀老師講的 因為那一天前一陣子 電視上在播他的一個專訪的時候 那個節目我有看了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甚至全世界都不該發展核電 就像當初諾貝爾 他在用矽藻土來做這個炸彈的時候 然後他還成立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老實講這是一個很 讓人家覺得很挫折的一種價值觀 但是這個都已經世界在發生了 那現在有的人很多人在講說 我現在最主要想問一下台電 到底日本現在不是也慢慢的 他們又要恢復他們的核電了嗎 日本也號稱他們有能力可以處理核肥料 對不起核肥料 那這個技術 你們聽過嗎 是怎麼樣的一個技術 是的 那日本他一直非常重視他們自己能源的獨立性 在核能的這一部分 他們技術都非常的先進 那他們在這個阿摩里這個地方 青森縣這個地方成立一個工廠 就是所有的核燃料都可以在這邊做再處理 再處置然後再利用 再處置再利用 也就是根本就不用離開他們自己的日本本島 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就處置 他現在還在設置當中 他們沒有像我們民眾 像譬如說我們曾經在蘭嶼那邊要做核肥料的處置場 或者你們選了幾個地方 結果只要消息一走漏了完蛋了 根本連公投都幾乎做不了了 然後就全部都盪在那個地方做不下去了 那你不覺得日本他們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困境嗎 他們有國家一起處理的這一部分 就是說高階低階的這一部分的處置 他們也有處置場的設置 在這過程當中他們跟民眾的溝通 要進行很多的這種溝通 讓民眾認為在這個地區 就像日本青森縣的這個六個鎖村 在這部分他們設置了以後 也對民眾造成很多的福利措施 你們現在其實你們現在台電基本上 你們合一合二合三附近的這些回饋也不少 是的 也是不少 不要說你們啦 光一個焚化爐的回饋金就非常的多 是的 那我們未來最終處置場的部分 像低階的部分 我們就有回饋50億新台幣的這個回饋金 所以在回饋金的這一部分 我們也盡量參考 對 我知道你們台電這一塊 回饋金是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你們核廢料的 比如說像日本這樣的一個處置場 他們可以這樣 你剛剛講嘛 不斷的溝通嘛 甚至有一些福利的釋出嘛 然後他們現在就再興建了嘛 他們不管要不要繼續核電 其實他們原來那五十幾個地方 還是很多核廢料要處理嘛 對不對 其實當年台灣是從技術移轉 核能是從別的國家進來的 進來了之後 希望由技術移轉 所以包括很多我們合工人員 是在當時啊 我還聽說當時台大電機跟台大低階系 很多學生還不到那裡 還寧願到清大合工系去 當時是不是這個樣子 是的 有一段學生 所以那時候也造就我們很多核工的人才嘛 對不對 來做核工的 對 那我們現在這些核工人員 就是準備我們技術移轉了之後 我們還準備在我們國內的技術人員 自己還要輸出 我想當初這就是國家的一個戰略嘛 所以我們在講說前幾任的總統其實都還在 但是呢都不出來講 然後呢就好像變成說好像現在當潮的就是最倒楣的 眼線沒有那麼大說還要技術輸出啦 不過當時確實發展核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要是所有的這個能源 都依賴煤跟石油的話 我們都會受外國的控制 那在國家安全上面 只要老共跟我們翻臉 在我們的這個運輸路線上面 給我們阻擋 我們國內的能源就產生很大的問題 那核能呢是我們可以放在我們自己 就像等於自產能源一樣 因為那個燃料可以放個四五年都沒有問題啊 那個燃料運過來很簡單啊 在國家安全上面當時的緊張狀態是很重要的 可是問題就是你的原料基本上運進來很簡單啊 可是它產生的最後要處理的 不管是經費也好 或者是各種環境上的危害也好 這個是大家其他的成本是無限量的 而且不可能只是一個世代的 所以大家才會恐懼嘛 不會 因為它產生的這些核廢料 現在在世界各國都有成熟的技術 那你像在歐洲 那你在講成熟的技術 那為什麼台灣到現在 你台灣到現在 連一個核廢料的一個長子 你都沒辦法解決啊 那到現在你們的技術 技術的問題 溝通上面 我們實在還要在很努力 那能夠讓人民能夠充分的了解 在國外的部分 我舉一個例子 瑞典這個國家 那麼他們在1985年的時候 也全民通過 必須要把核發電要把它廢除 可是他們經過30年的努力 不斷的跟民眾的溝通 目前他們全國電力 50%來自於水利 50%來自於核能 這個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而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 確實是不夠 所以你們觀光核廢料的 主治廠20幾年 連監察院都曾經糾正過你們 所以我在想這個部分 到底是不是我們國家的政策 組織也出了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把所有的一切 都你們台電處理 從那個電的產生 供、輸、配 全部都在你們這邊 供電、輸電跟配電 全部在你們這邊 到底這樣的一個機制對不對 簡單講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就求員兼裁判 這個分兩部分 有關發電、輸電、配電的部分 我們現在新的電力法 送到正在行政院審查中 它就會把發電跟輸配電 台電將來就會把它 做一個分割的方式 所以將來不會有 有中和電業的方式存在 那因為這個 常常還在審查中 那至於核廢料處理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正在 研理一個行政法人 將來要長期負責 核廢料處理 將來不是由台電處理 而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是啊 應該照理說要這樣子 你這樣才能夠科學家 跟科學家去對話 因為簡單地講 台電最多的人 不是在科學家 是在工程人員 應該是這樣子嘛 工程人員跟業務人員嘛 對不對 那他們甚至於 連公關人員都沒有 所以你說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溝通啊 一個怎麼樣的人都沒有 那你說這種東西 在台灣你看看 長期面對這個問題 前朝到現在 沒有人在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你們現在的電力法 應該早就知道問題了 那應該把它當做 最快最快最需要面對的 正在行政院審查中 那目前我們已經 研理好了這個行政法人 將來有個核廢料的 這個處理中心 那是一個獨立行政法人 那現在正在辦公立委 那這個部分你們沒有列入 最最最最優先的法案嗎 你照理說核次的問題啊 核次的問題早就 核能的問題 你要講核能的一個 能源的問題 早就發生了 對不對 這個應該列為 每一屆次的 立委的最優先的法案嗎 你才能夠趕快去面對這種問題嗎 我們正在北中南辦公聽會 聽完公聽會之後呢 我們會報行政院審議之後 就會送到這個大院來審查 那我想 那這樣子我就很想請問一下 對不起 還有一點點時間啊 我是不是請今天 我們的請的來賓 我們賀老師 是不是我 我可以救教一些問題好不好 來賀老師 來賀老師 來賀君 謝謝齁 你今天這麼忙 對賀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我講的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 如果就政府的需要的負責的部分 當然就是包括立法院 我們能夠去理解的部分 就是怎麼樣讓我們 第一個大家都需要用電嘛 這是一個事實嘛 而且台灣現在用電已經用到非常的腐爛 小時候我們是隨手就要關燈 現在誰會隨手關燈啊 尤其是有了電腦之後 有了平板之後 大概沒有人說 啊 處理好了然後才走 就直接就放在那邊 然後那個電力其實都繼續在使用當中 所以我們要問的說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 尤其剛剛也提了個問題 我們這個減容中心啊 在燃燒啊 在這個東西 比如說以您來講 您現在離開了 這個公家單位 那我們現在民間一直都在提出 很多有關於 對台電的施作 或者他們很多作為的一些質疑 或者很多設備的一些質疑 可是這一塊 我們也有沒有一些比較完整的 民間的實驗室 或者是 你如果覺得那是有問題的 比如說剛剛燒的這個煙 你覺得有問題 那除了政府能夠做檢測之外 我們民間沒有辦法幫忙做這種檢測 然後大家才有辦法來做這種 一種對話嗎 前一陣子曾經也在立法院 我記得是丁手中委員 也提出希望 也能夠在立法院之下 成立一個 比較操然公正的一個 河安監督的一個委員會 後來好像開始附中 那我們很極力希望 我覺得賀老師 我覺得 你要政府再 簡單的講 你要政府再去成立一個 所謂的 現在簡單講 我想你們科學家 科學家之間 現在也都不知道怎麼對話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數據 跟產出跟採樣 可能都不見得一樣 因為現在 所有的這一類的委員會 都是官方為主 民間沒有機會參與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民間當然 你有沒有辦法有機會去參與 那當然你說 好 你現在縱使政府成立一個那樣子 你認為超然的 監察院都變得不超然了 考試院也不怎樣了 那你覺得呢 這種東西不要用政治的 政府的手段來 我們其實在國外應該蠻多 這種民間的組織 民間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實驗室 或者有這樣的一個專案的計畫 就像我們這個 我們在談很多醫療問題的時候 那就有一個醫改會 那醫改會完全民間的 他每次提出很多數據 很多官方就會覺得 這個數據 他是有經過比對的 他是有經過研究的 那我意思說 科學的東西應該是更能夠透過實驗 然後彼此來做對話 可是我們現在真的在這一塊 我們看不到 目前比較稍微 比較具體 規模的 有規模大概就是我們 陳董事長這邊 以來人文基金會 因為陳董事長過去在這個 在企業界的他有一些基礎 所以他才有能力 有這些資源 可以支持一些民間的論壇 民間的 不是 我也很好奇 既然全台灣大家發展工業 就是需要用電 那我們包括很多單位 很多企業 比如說成功的企業者 我們光光一個學生運動 動不動就三百萬幾千萬 這樣進來 那為什麼一個這麼重大的東西 我們民間沒有這樣的一個 願意去支撐一個這樣的基金 老實講我是覺得真的 你這樣子永遠 政府跟民間真的沒有辦法對話 因為這是完全失衡的 所以你們才會覺得很無力 對不對 對 所以假使能夠委員們 或者是比較公益的 能夠登高一呼 來支持一個民間 可以監督核安 能夠去偵測輻射 而他偵測出來的數據 是有公信力的 這樣我想對我們國家來講 跨出了一步 所以我也覺得這樣的一個台灣現象 也很奇怪 大家都在憂慮核能 但是沒有一個像樣的規模的 可以讓大家在科學數據上來做對話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是應該 我們要不但是政府在這一塊 在法律的修法的這一塊 看來是太慢了 然後在民間的這一塊 看來我們還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好 謝謝 好 謝謝姜緯 謝謝 各位請問